大家好,我张欣,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是9月30号,刚好是我退休后整整满两年的日子 我记账也记了两年,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两年的退休生活,到底有哪一些是每个月的固定开销 哪一些费用是每年的固定开销 又发生了哪些我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花了多少钱 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些数字呢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网路上面都会去查一些 有关退休生活或退休规划的影片 或者是看一些书籍,但绝大多数的影片和书籍 要跟大家讲的都是如何理财,如何存钱,如何花费 但是很少有人把自己真正的退休生活经验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我想把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跟大家分享 而且很多好朋友都是跟着我们的频道时间很长 你也大概知道我们两夫妻的生活状况 还有我们的生活态度,你可以自己拿捏一下 我这样子的生活态度跟你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到底一样不一样 你期望过得比我好,那你待会听到我的这些花费之后 你可以再往上加一些些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过得已经太奢侈了 或者是退休生活可能不需要这样子花费 你一样可以找得到退休后的幸福 那就把自己的退休准备机稍微压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生活态度 大家也了解我大概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公布这个数字才会对大家有那么一点点帮助 很多人会觉得我公布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要哭穷还是要炫富 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或看别人的生活态度 和别人的消费 如果比自己的花费要来的多好像那个人就在炫富 同样我一个月如果花5万块 我记得在去年前点讨论的时候就有很多好朋友说我根本就在炫富 他现在的薪水都还赚不到5万块我为什么退休之后能够一个月花5万块 而且还能够提早退休 他就觉得我是在炫富 当然也有很多好朋友忧心忡忡的提醒我5万块绝对不够 小张啊你这个样子就敢提早退休 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念高中一个念大学你就敢提早退休 你实在太大胆了 你接下来的退休生活一定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我也特别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公布这些数字真的没有要炫富 也没有要跟大家哭穷 我不需要跟大家哭穷 大家都是成年人的 各位也不是我的什么亲朋好友 我跟你哭穷有什么用呢 而且我在所有的影片里面都跟大家讲过 我不需要任何的赞助 也不需要任何的资助 如果网络上面有人冒名说是我要跟大家借钱 或者是要那么一点点赞助 或者是请大家投资什么东西 请各位相信我那一定是诈骗 我这个人自己就不投资 所以我也绝不会叫人家投资 我这个人有一个座右铭 就是宁可饿死 我也不跟人家借一毛钱 所以我绝不会跟大家借钱 更不会跟大家要赞助 所以我不需要跟大家哭穷 再来我也不需要跟大家炫富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生活 我基本上一件衣服可以穿很多年 我一条裤子可以穿30年 我们不太花钱 我们的房子年龄比我还要大 我们就住在老房子住在乡下里面 有什么可以炫富的呢 而且我们的生活就是摊在大家的阳光之下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我们吃一餐也就是一百多块钱 然后每天去菜市场里面买菜做菜 而住在附近的很多好朋友 在市场里面会碰到我们 我们就跟影片上面一模一样 穿的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 然后走在路上也是一样 然后两个人骑一台破破救救的摩托车 买捷跑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公布的数字 真的没有要炫富 也没有哭 只是希望把我的数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对退休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焦虑 因为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除了生活不确定 经济状况不确定 家人会有什么状况也不确定 但是我今天要公布的数字 至少是在过去两年我确定的数字 好嘞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固定开销 每月固定开销 每个人对于退休生活的期望 都会跟现在有上班的时候 差异不要太大 可以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不能够少太多 不然这样子退休生活就会感觉太紧了 而且退休不会幸福 如果能够维持在上班时间 或者是有收入期间生活的水平的八成或九成 我相信大家就会觉得退休生活是很棒的 不管怎么样 至少要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 不要让自己觉得太紧 不然真的退休生活或提早退休 那意义就不大了 我们又不是退下来为了节省而退休的 你说是不是 我们希望退休生活还是要能够过得开心愉快 还要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 还要能够做一些自己平常没做到的事情 好嘞 话不多说 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数字 我现在要讲的是我每个月的固定发花费 我连续记账了两年 这些钱对我来说大概是省不太了的 第一个是水电跟瓦斯费 我们家水电瓦斯费 水电大概是两个月缴一次 可是瓦斯费我们大概两个月会叫三桶瓦斯 我们家的热水器是电热水器 所以我们家的用电量会稍微高一下 我们常常在家里面做菜 所以我们家的瓦斯也会叫的比较多 很多人家里面接着是天然气 可是我们家这里还是叫瓦斯桶 因为没有天然气接进来 所以水电费加瓦斯费 我们家一个月大概平均这两年的数字 就是4000块钱新台币 第二个固定发费是电话费 我们家一个月大概我也要支出4000块钱的电话费 有人会想电话费怎么会这么高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有一支电话 我老婆也有一支电话 我们两个要付两支电话费 我两个小孩的电话费也是我在付的 所以我们家有四个行动电话的门号 加上一个家里的门号 有一个MOD 还有一个是WiFi的费用 而我跟我老婆 因为两个人都有在弄这个YouTube 有在玩一些自媒体 所以我们需要比较大的流量 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 也希望网络是能够比较顺畅 所以我们每个月的固定资费 就会稍微高一些些 但是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这些东西是不可少的 哈啪啪啪加起来 对我们两个来说 已经算是很节省很节省的 四支门号 加上一支家里的电话 再加上WiFi 一个月一个月 我们才抓4000块钱 很多好朋友我们知道 我们在去参加YouTube聚会的时候 都跟人家问 他们手机的那个月费 几乎每个人都是1600 1700 1800 他们都是VIP客户 而我们两个还没有弄到这么多的月资费 但是我们两个基本上网络的使用 或者是流畅度 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已经很够了 这又是4000块钱 再来是劳保健保还有退休金 我跟我老婆后来不是开了一间公司吗 因为一辈子没有做过老板 我老婆做公司负责人 我做行销业务总监 因为我一辈子就是做圈了 或者是做业务 没有做个行销 所以我就自个挂个行销业务总监 我们两个成立了一间工作室 所以劳保跟健保基本上是挂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而我们还要负担两个小孩子的健保费用吗 然后因为有了公司 所以我们自己也开始自行提拨6%的退休金到退休金账户里头 这个劳保健保还有退休金 全家人的费用哼巴啷啷加起来 每个月大概要支出11000块钱 你看水电费4000块电话费4000块 然后那个劳保健保退休金11000块 这样子加起来每个月至少要支出 一点都不能少的就是19000块了 还有没有 还有我们家有两台车之前跟大家报告 原本说想要卖掉一台退休之后 可是我发现可能还是得要有两台车 因为我跟我老婆希望退休之后 都能够保留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 也都有自己独立出去玩耍 或者是独立出去交朋友跟独立去参加一些活动的空间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把两台车都留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一个月的汽油钱大概要加4000块钱左右 我这里大概是加1600块 我老婆因为每天要去游泳要去教游泳 所以她的油钱多一些要2400块 不过平均下来 在国内旅游比较少的状况之下 我们大概一个月的汽油钱要花到4000块 19000块加4000块 现在一个月的固定花费就来到了23000块 再来我还有一个那个参加一个健身房 我健身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的 我还是一直延续到现在 每天早上有一个把手机放下来的时间 很多人在讲退休都在计划的都是财务 很少人在计划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有规律的在维护自己的健康 投资自己的健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的健身房费用其实不高 也就是一个月1500块钱 这些东西加起来每个月的花费 大概你看400040004000 就是12000加上11000块钱的那个 劳健保的费用大概23000块 再加上1500块的健身房 大概就是24500块 一年行不郎当乘以12个月 大概就是29万4000块钱 大家不要想 这些每个月的固定开销 一年我大概就要拿出30万的现金 很恐怖的数字吧 大家想想这些钱省不了 水电费瓦斯费怎么省 没办法省 你就算省个一两百块 对整个财务运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4个人的手机电话 再加上家里的WiFi4000块 也没办法省 劳保健保退休金的储蓄 更没有办法省 有哪一笔可以省 只有健身房1500块可以省 但是这1500块省下来又有什么帮助呢 我每天如果不去健身房泡泡澡洗洗澡 我一样在家里面需要洗澡 洗澡需要花电需要花水 所以省不了太多钱 所以我决定还是把这些钱 该花的花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这样子退休生活会让自己开心一点 不要为了省那1000块2000块钱 而让自己觉得退休生活 有那么绑手绑脚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你看 一年每月的固定开销 就要到29万4000块钱 一整年一整年 那有一些费用是整年度的 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记账记账 记账一定要长期记下来 至少记个一年两年三年你才会知道 有一些费用是月支出 有些费用是按记支出 有些费用是按年支出的 接下来我就要讲按年支出的一些费用 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长期记账 很容易就会没有算到把它忽略掉了 第一个费用就是地价税跟房屋税 我相信大多数的好朋友都有自己的房子 台湾房子跟那个土地是一起垢白的吧 所以要缴是地价税和房屋税一起缴 对我们来说房屋税不大需要缴 因为我们的房屋已经非常非常老了 没什么残值 所以没什么房屋税的问题 可是第一价税要缴 因为我们家是透天的 地还蛮大的接近50坪左右 所以我们每年要缴的地价税和房屋税 咚咚咚咚咚咚咚 加起来大概1万块钱左右 这个是一年缴一次的 地价税加房屋税 我相信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是在台北 在新竹 在高雄 在台中 在台南 那你的地价税跟房屋税一定会缴的比我多 如果你的房屋又是这几年买的新房子 哇那要缴的税就更多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一年大概就是要缴1万块钱左右 再来两台车子总需要保养 车子会越来越老 你不给它一点保养也不行 开车出门安全最重要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会开出远门 到别的地方去玩 或者是去住个一两天 那长时间开车或走高速公路 车子一定要维持它的安全 所以我们两台车子一年至少会去保养一次 轮胎该换的要换 该换机油的要换 加起来我们这两年记录下来 就是一年平均车子的保养会花到 1万5千块钱 两台车大家可以拿捏自己的状况 如果你只有一台车 那大概怎么办 如果你有三台车 那钱就会更多一点 我们自己是花大概1万5千块钱左右 所以房屋税地价税1万块 车子保养每年1万5千块 再来就是车子的保险费用 两台车子车子总要保险 很多人开车都没想到保险的事情 我们保最低的 就是强制险加上第三责任险的一部分 我们两台车子大概一年的税 我自己记下来大概是6千块钱左右 因为那个保险的是我们好朋友 他还会折一些些他的费用给我们 虽然不多 但也特别特别感谢他 我觉得朋友就是这个时候 特别有帮助 他需要我们保险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那保险 我们需要他帮我们折一点点钱的时候 他也会很慷慨的 把他收到那么一点点微薄的手续费 折给我们 这个真的是好朋友之间的往来 并不是客户和业务之间的往来 所以这个东西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两台车的保险大概每年是6千块钱 再来车子还有一个费用 叫做牌照税跟燃料税 并不是你有汽油有保养有缴那个什么 相关的费用就好了 不是的 他还需要缴牌照税跟燃料税 我们两台车子再加上两台摩托车 我们每年要缴的牌照税加燃料税大概是4万块钱 所以一台车子啊 燃料税跟牌照税大概就会接近16000到17000块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2000cc的车子嘛 再加上保险再加上汽油再加上保养 其实车子的花费蛮大的 很多人都忘记在退休生活当中计算这一块 其实一台车子一年花下来 最便宜最便宜的国产车 不包含买车的和折旧的费用 大概花个七八万六七万 基本上是跑不太掉的 好再来就是人身保险 我们家基本上不太保险 因为我以前没什么钱 基本上钱都存起来也不做保险 我们都是保最低最低的额度 我们家四个人一年 我大概都是抓十万块钱 也就是一个人会保两万五千块钱左右 包含我们家两个小孩 包含我跟我老婆 大概都是两万五千块 有一个最基础的保额 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怎么怎么了 我老婆至少还能够拿到一笔钱 在最悲伤或者是最紧急的时候 那一两个月它有点费用可以花 不需要在那一两个月之间 突然手足无措 或者是需要筹措一笔大钱 这一个东西我觉得虽然不多 但还是挺重要的 我们也希望小孩子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 独立工作这些保险他们就自己拿去缴 但我们至少要帮小孩子把保险缴到 缴到他们大学毕业吧 所以一年现在抓起来大概是十万块钱左右 一个人才两万五 我相信在那个镜头前面的好朋友 你们的保险一定会比我多很多的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没有保险 不然我听过我所有的好朋友 几乎一个人的保费大概就快超过我们全家的保费了 再来还有一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这是我自己计算错误从来没想到的 就是过年的红包 我们不会因为退休就不需要包红包 小孩子逐渐长大了 所以要包给小孩子或亲朋好友小孩子 那个红包会逐渐变少 甚至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高中大学了嘛 就不太在包红包 然后朋友之间啊 或者是兄弟之间的小孩 咱们就互相抵掉 他会包给我 我会包给他 就干脆就通通别包了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父母亲的红包你不能不包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提早退休了也不敢跟父母讲 父母听到了会很担心嘛 再来父母会在我们旁边一直当中一直念 一直念一直念 你干嘛提早退休啊 他们不是爱念 而是为小孩子担心 我们这么提早退休了 会不会没有钱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提早退休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提早退休等于被裁员 或者是等于找不到工作 等于接下来退休生活会很可怜 我们不要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里面 还为我们小孩子担心这么多 所以我们都没跟他讲 没跟他讲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总不能过年红包就不包了 过年红包还是得包啊 你也不要说包太大包 因为我们父母基本上都是军人 或军人眷属嘛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退休奉 平常我们就没有拿什么钱奉养他们 那过年包个两万块钱红包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红包 我大概就是抓七万块钱 当然两个小孩子也要包个红包给他们 我们自己的小孩 平常零用钱给他们也不多 过年包个红包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然后过年需要加个菜买点东西 所以过年大概要花掉七万块钱左右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眼睛会觉得 一亮哇怎么花这么多 又人眼睛一亮哇怎么可以花这么少 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状况 反正维持自己在工作时候的包的金额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一年大概还是会花到七万块钱 这个是我在退休之前没算到的 这个是后来补上来的七万块 再来就是母亲节和母亲生日 这个也是一定要包的嘛 母亲妈妈的生日一定要包 我爸爸 大家也知道就是 今年七月的时候过世了 原本还有包给我爸爸的红包 这个我就把它给拿掉了 不算在里头 可是未来还会发生的就是母亲节和母亲生日 每年还是会花到两万块钱 再来是我老婆大人 还有我两个小孩子的生日 我觉得一整年 哼不郎当家起来 总要亲亲生有点仪式感嘛 小孩出去外面读书了 不要让他生日都跟同学一起过 偶尔觉得回到家里面也不错啊 回到家里也可以吃吃大餐 这样小孩子才会有想要回家的动力嘛 回到家至少是开心的轻松的 回到家有点红包可以拿 老婆大人辛苦了这么久 总是要包点红包给他 他不包红包给我们没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要包本红包给老婆 这都是钱哦 不要因为红包塞五千块 不包让老婆大人发脾气 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不安稳 我觉得那是划不来的事 所以这些钱还是得花 可是我也没计算太多 也就是一整年 老婆小孩子的那个红包啊 生日不是红包啊生日的费用 或者出去吃大餐的费用 我就抓两万块钱而已 所以母亲大人的那个生日红包 和生日的庆祝抓两万块 然后我们自己老婆小孩的生日 大概也抓两万块 所以一年就是四万块钱 你看哦 我们如果把每月的固定花费 乘一下大概是29万四千块钱 就一年要花到29万四 然后每年的这些税啊 保险啊车子相关状况 加起来啊 大概要花28万一千块 29万四加28万一 加起来是多少钱 是57万五千块哦 57万五千块 大家除了一下12个月 大概就是47,800块 就算48,000块吧 就是这些固定开销 你看我刚刚讲的 有哪一笔可以省 几乎省不了 唯一可以省的就是把车子卖掉一台 但是以后我跟我老婆 就真的完全连在一起了 不管他去哪我就跟着去 要不然他去哪我就只好待在家 没什么其他地方可以跑 除非把车子搞掉一台 不然其他没有什么钱可以省哦 这样子加起来 平均一个月就要花掉48,000块 我觉得政府在做家庭收支调查的时候 他要把收入变成一个可支配所的 和一个必要性支出 它里面讲的必要性 政府主机总处的必要性支出 包含了三个 第一个是税 第二个是必要性的社会保险 就是老保健保相关的保险 还有一个是房屋的贷款 我除了房屋贷款没有之外 其他东西该缴的都要缴 这些都是省不了的 省一点点而影响生活品质 我觉得也划不来 可是你看兜起来很恐怖的 一个月的基本开销 完全不能省的就是48,000块 这些钱你非得存下来 不然有时候突然要缴保险费 突然要缴税的时候 你就拿不出来 你就把它兜一兜 一年大概就是60万块钱的固定开销 我当初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两年前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我计划的退休期一个月是花多少钱 我计划一个月 我们两个人就是花五千块 我不是五千块 五万块钱 如果扣掉这个固定开销 48,000块 哇那我们两个吃喝玩乐 不就只剩下一个月两千块钱 那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好朋友就觉得 我做那个一千块钱 不是那个一百块钱上大赛 是在好玩 其实没有 我们真的要让大家看一看 如果在没钱的状况之下 也要做一个最好的安排 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 从自己适合的生活当中 找出一些生活乐趣 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吧 你说是吧 所以我就在去年的时候发现 我的退休计划中间产生了一些落差 我产生了一些破洞 我需要去补这些钱 所以我们两个就把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自媒体 把自己的一些演讲 全部东西通通加在一起 我们大概一年还需要有24万到25万的额外收入 才有办法打平我们自己的开销 维持现在的生活状况 你看如果我平均一个月现在开始计算 要花到七万块钱 然后扣掉四万八千块 我们大概两个人的 吃喝完了一个月还有两万一千块 如果除上三十天 一天大概就是七百块钱 如果再除上三餐 一餐大概也就只有两百块钱 然后多的一百块 你拿出去喝个咖啡 喝个便宜的喝贵的还喝不起哦 喝个便宜的咖啡也就差不多了 一餐平均两百块 你还不能出去吃大餐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水准 就是一个月七万块钱 这个跟大家想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吧 一个月扣掉这些支出之后 其实没有多少钱可以留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想还有一些意外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两个如果想要出国去走走玩玩 那就真的需要靠我们退休之后的其他收入 我们两个退休后有什么其他收入的 当然我们做这个自媒体 它是有一点点收入的 我们今年也做了两个业配 然后两个团购 然后我从年初一直到现在九月底 我一共接了12场的演讲 然后我老婆还有教一些游泳 虽然钱不多 但也是不无小谱 这些钱哈布朗当加起来 一年有个20多万 基本上问题不太大 所以在现在来说 我们两个用我自己的退休金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额外退休之后的收入 还有一些利息 我们每年还是有盈余的 就是一个月我们大概花7万块钱左右 就是全年加起来 一年大概花84万 把这些那个固定开销 或者是我们每个月要的吃喝拉扎 抓起来大概花84万左右 如果包含我们两个出去玩 一次大概我们两个人大概花4万块 我们住的都是很差的 大家应该都看到机票也是选最便宜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跟大家挤在旅游 忘记都是找那个最便宜的机票 住我们也没什么挑剔住三星级 然后其他都住在自己的亲戚家里面嘛 吃我们也都吃路边摊 没什么出去吃大餐 我们每一餐大概都放在网路上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早餐我们也都是坐在路边摊吃的 我们觉得一方面听听摊慢的要喝声 一方面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 再来省点钱吃吃在地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所以这些东西根据我们的消费习惯抓起来 我们一年的花费 这两年我们大概平均都离开台湾两次 大概一年都花到90到95万 如果90到95万大概平均就是一个月要花到8万块钱左右 是这个数字啊 跟我当初预计的5万块有很大的落差 如果不出国 我们当初计划的时候就没有要出国 那一个月大概也要一年大概也要花到84万上下 也就是一个月要花到7万块钱 中间真的产生了2万块钱的落差 原本我是想从我的存款的利息里面去补贴这个数字 可是有一点没算到的就是如果每年都花 五六十万 60万就是我自己计划的退休金一个月5万花掉60万 然后其他的24万从利息里面来做补贴 其实利息我的是会超过24万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利息比较高一年 如果存三年一年的定存利息都有1.7到1.8嘛 所以这个样子基本上没问题 可是未来这几年因为本金逐渐被花掉 一年花60万越来越少那利息也会逐渐变少 到后来就会手头有点拮据了 所以还是要靠着自己在退休之后有点稳定 或者是其他的外快才有办法支持我们退休生活 维持这个样子的水平 不然说实话还真不好省 因为这两年我们并没有刻意去省钱 就是维持那个退休之前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的水平 可能未来有一天我们真的收入不够了 才会开始考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 做一些改变 但是这两年我们大致的 那个消费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很快的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相信大家这样子会比较有感受 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每个月的花费 我们每个月的固定花费 第一个水电费加上瓦斯费 每个月4000块钱 电话费就是手机加上电话 再加上网路费用每个月也是4000块钱 劳保还有全家四个人的健保 加上退休金就是政府的那个退休金提拨账户 每个月要缴11000块钱 汽油钱我们两个人两台车大概是4000块 健身房一个月花1500块 这些月的固定开销全年乘起来 就是294000块钱 每年的固定开销就是一年缴一次的 就是地价税跟房屋税每年1万块 车子保养15000块 车子保险6000块钱 牌照税拦掉税大概一年要花4万块 全家四个人的人生保险一共花10万 也就是一个人25000块钱 过年的红包还有家里吃饭钱大概要花到7万块 母亲和母亲生日 母亲节跟母亲生日则有两个要庆祝 每年花2万块 小孩生日老婆生日还有老婆的母亲节 一年我也是抓预算2万块 加起来就是28万1000块钱 就是每个月要花到48000块 这就是我过去两年退休花掉的固定费用 可是有没有一些意外开销 有 其实人没有意外就很奇怪了 反正我自己也抓了一笔两三百万的那个急难救助金嘛 原本希望10年是够的 就退休期间 这两三百万应该会可以应付这一些意外事件 或者是有一些退休的利息 可以慢慢滚到这个 Buffer Buffer Pool里面去 就是滚到这个急难救助金里头 结果朋友发现 它消耗的比我想象中要来的快 我们这两年遇到了哪些状况 也跟大家简单的报告好了 第一个植牙 这个真的是一笔很大的花费 我自己植了一颗 我原本跟大家讲 我可能有三颗 一颗两颗 三颗四颗要处理 目前我只处理了一颗 一颗补起来了 就不需要植牙 已经搞定了 另外一颗 植牙现在植到一半 但是预计的花费是11万 一颗哦 11万 我最近有个朋友 就网路上留言跟我说 他的弟弟啊 因为吃那个 那个什么鸡脚 不小心把门牙给咬断了 植牙花了36万 所以在这边 一定要再跟大家讲一遍 我都讲过很多遍了 大家在退休 考虑退休的时候 考虑的都是要存多少钱 要存多少钱 退休后要去哪里玩 要去哪里玩 最多就是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 把那个体检上面的红质降低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牙齿 不要因为恐惧 或者是因为害怕时间不够而不去看牙齿 现在台湾的牙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在所有诊所里面 牙医诊所占了三成 而且去看个牙齿洗洗牙 一次也就是挂号费150块而已 而且以前洗牙健保给付是半年给付一次 据我朋友说 现在三个月就可以去洗一次牙 很多时候健保都是有病才去看病 可是牙齿不用啊 牙齿是有把 健保里面是包含了预防的费用 所以是去可以洗牙的 洗牙的时候 请医师把所有的牙齿检查一下 有问题就赶快 有蛀牙把它处理掉 有蛀牙冻鼻牙大一点 赶紧补掉 如果真的不能处理 顶多是那个做一下根管治疗 最多最多做个牙套嘛 绝对不要像我一样 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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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各种借口 因为恐惧就是不去看牙医 搞到后来要花大钱 我看到过超多朋友退休之后 第一笔花费就是花在植牙 我甚至有 那个我自己公司退休的同事哦 植牙原本不觉得牙齿有什么问题 去看了医师之后花了100多万 把所有的牙齿整好 因为牙齿不好就会影响咀嚼 咀嚼不好就会影响到 营养的摄取会影响到自力的衰退 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等的 你退休之后就会立刻去面对 所以没退休前一定要把牙齿搞好 我的第一笔意外消费就是 枝牙11万块钱 再来我的小孩子门牙断掉了 小孩子牙怎么不可能叫他自己出吧 他自己也没有钱啊 自己也在读书啊 所以我小孩子门牙断掉 这一笔花费现在还不知道要多少 最近正在做评估当中 如果要做职业大概也是十几二十万 跑不掉 所以这些钱是算不到的 你再怎么去想 再怎么去烦恼 再怎么担忧 都算不到 所以这个钱你就得花 怎么办 就从急难救助金里面拿出来花 所以大家除了存自己每个月的花费之外 一定要有一笔退休急难救助金哦 我自己是把劳保的老年给付按月领的这个东西 是当做我自己的月退休金 而心智提缴的那个退休金账户60岁就可以领了 那个我就通通不算在里面 那个我就把它当成退休之后的急难救助金 就是万一有什么意外 没有算计到的事情发生就从那个地方里面拿来花 因为那个户头不会有太多钱 顶多我看所有的数字兜起来就是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 那笔钱就别把它算在里面 那个真的是要拿来做急难救助 你有太多事情自己算不到了 再来我去年跟大家报告过 我的老大升上大学之后要买一台摩托车吧 我们也没想到这一笔钱 可是没办法这钱该花就得花 就买了一台七万多块钱的摩托车给他 当然明年后年我的老二也要上大学了 我也开始准备存钱 演讲费一笔一笔把它存下来 准备要帮我这个老二在他升了大学之后 送他一台摩托车 没遇到的时候不知道 既然遇到了 那老二的这笔钱就要提前准备下来 还有一个也是我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就是我们家的那只小猫 臭小猫白色的那只 最喜欢吃虾子的那只 他这两年每年都生一次大病 一次是皮肤出问题 然后尿到盐 然后这一次是不知道去哪里跳 肚子被割了一个大洞去缝了十几二十针 小猫跟宠物生病啊 比人还花钱 因为他们没有健保 他们每一笔钱都是实打实的 包含住院吃药打针 开刀都要花钱 刚好这两年我把他的所有账单拿起来看一下 就是四万块 而且小猫看病的费用 是没有办法低所得税的 反正每一笔就是支出支出支出 你看到小猫花了四万块 机车花了七万块 十一万加上我自己的职业十一万 哇我的极端救助金就跑出去了二十二万 平均一年意外费用就是十一万 但这个没办法平均啊意外不是年年发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大事 但是最好没有 但是总要存一笔钱在这里嘛 讲到这边啊 越算心情越不好 好很多人就会问我小张你到底后不后悔 当初五十岁的时候决定提早退休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一点都不后悔 虽然财务跟我当初的规划有那么一点点落差 每个月可能要多花两万块钱 但至少我们两个还可以靠着一些其他的开那个什么 收入啊把这些东西给打平 甚至每年还能够结余一些些这些结余的当然就是往后摊嘛 我们未来还有好多二三十年的人生 需要面对每个月都会有两万块钱的破口 这个东西要慢慢的把它给摊下来 这个东西我是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退休之后开心的是比要烦恼的事情多多啦 至少你看我爸爸最后这两年我能够照顾他能够陪着他 这个是我工作再久或者用再多钱都换不过来的 换不来的 再来我跟我老婆真的从来没有出国过 我反正每天非常努力上班 认识我的都知道 别人是朝九晚五 我是朝五晚留 早上五点出门晚上九点才回家 我也从来没有带他出国 或离开台湾一次 最后这两年 至少我们两个已经离开台湾五次了吧 回大陆探亲三次 然后去韩国一次 来到处走到处玩 我觉得即使明天遇到了意外 我最后这几年是开心的 你说是吧 人还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 留点时间给家人 很多时候真的是钱换不来 钱非常重要 没有钱啊 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来 钱就是退休人士的底气 但是我一直也在讲的就是 便宜的食材一样能够做出好料理 平盘的生活 一样可以过得有汁有味 钱啊 共用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一集 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生活状况 和我自己这两年记账下来的结果 大家真的可以把这些数字大概放在脑袋里面 如果你未来三年五年要退休 你自己有提早退休的打算 你心里面已经对退休生活有那么一个憧憬 有那么一个规划的蓝图 把我刚刚讲的这些钱啊 拿去兜一兜算一算 然后跟你自己 现在已经开始记账一年两年的结果 和你的意思要表拿来对一对 到底花的比我多还是花的比我少 有哪些东西你可能漏了 有哪些东西你花的甚至比我还多 是我我忘记了 只是我没碰到而已 把这些东西哼哼哼哼加起来 然后再去算一下 你打算几岁退休 然后把平均一命抓一下 你大概就可以算得出来 需要多少退休预备金 我最近看到一个汇丰银行 刚刚公布的数字吧 前五天台湾有钱人 也就是存款有20万美金到300万美金的 600万到做到6000万 是不是6000万 差不多差不多6000万的有钱人全台湾 他就采样了500个人 他们觉得退休金要准备多少才够 大概接近3000万台币 3000万台币到底够还不够 那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退休规划 和见仁见智 但是3000万真的不好存 讲的容易 但存起来非常难 因为我们还要买房子 还要养小孩 还要结婚 很多钱要花 有多少人一辈子连赚都赚不到3000万 退休准备金一个人要存3000万 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把我今天的数字 3000万的数字 抓起来兜一下 再比较一下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 我相信你大概可以算得出来 你的退休金要准备多少钱 然后你就可以抓出来几岁退休 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好嘞 今天要讲的就到这个地方 希望明天我退休生活的第三年开始 能够过得开心愉快 也祝所有好朋友能够心想事成 天天开心如意 张心办谈咱们下回见 拜拜 对了对了对了 还有一个小小事件跟大家报告 一开始在前提的时候没有讲到 很多人会想 我怎么没有把小孩子的钱拿来这里算呢 因为我小孩子一直到大学毕业的费用 生活费 学费 杂费 生活费 还有住住的费用 我都已经帮他存好了 另外有一包的钱专款专用 已经放到他们自己的户头里面 每个月我就是提固定多少钱给他们 要缴学费的时候就从他户头里面 去缴 我也把这些钱都跟他们讲清楚了 接下来如果他们要有更好的生活 希望住的更好 希望每个月花更多的钱 那就要靠他们自己努力 爸爸妈妈能够帮他们准备的钱 统统准备好 放在他们的账户里面 我给他们的就是学费 都是算私立学校的学费 就是学费杂费 基本上完全管购 不用他们去付任何的学贷 而生活费一个月 我就是给他一万块钱的零用钱 他如果花的少了 他自己存起来 花的多了自己想办法赚 如果能够像我老大一样 一个月还能赚个三五万块钱 就叫桌球 那多的钱就全部给他 我这一万块还是会给他 反正能多赚的都给他 然后其他该付的基本费用 我们会帮他付完 我老二也是一样 他的高中费用大学费用 我们早就已经专款 要存到他们的户头里面去了 所以我这里面 就没有把这些钱算在里头了 如果大家还有 还没有成年的小孩子 需要计算的话 那可能大家自己要再加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是 父母亲的抚养费用 像我们是因为父母亲 基本上都是属于军公教退休人员 不需要我们负担太多的费用 我们可能需要多付一些 多多费一些心力 但是我们不需要花到太多的钱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要退休 父母还健在八九十岁的话 别忘了 父母的花费 父母的退休金 父母未来的看护照顾费用 也是一笔大的开销 我以前的影片里面都有讲 大家可以再去找一找 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 把它记录下来 别忘了 你自己在40岁50岁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做退休规划 都不会算到父母亲身体不好的时候 怎么办 父母需要看护怎么办 但是这真的是一笔无法回避的费用 看看自己是不是独身子 如果是的话 将来可能就要独立负担 如果有几个兄弟 大家就自己合计合计 我能讲的就到这个地方 长期斑谈 咱们下回见 拜拜